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話說在這一節有兩宗關於美國方面的消息 要和大家分享 第一宗消息 都算是好消息 就是共和黨的威州黨部 贏出了一宗官司 而這宗官司 很有可能 提供得到有利的法理依據 讓特朗普在另一宗威州的官司 繼續上訴 第二宗消息 就是前兩天我們都提過 特朗普去了西點軍校看球賽 然後獲得現場掌聲雷動的歡迎 原來當日有三位主要官員陪他去看 其中一位正正就是美國的國家情報總監拉特克里夫 當然這個舉動惹來了不少的揣測 好了 在說下去之前 首先就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現在要說到威州的官司 原素人就是共和黨的威州黨部 而被告的是威州大姻縣的一名職員 叫做Scott McDonnell 原來根據威州的選舉法規定 選民可以因應自己的年齡 身體的殘疾 又或者是長期病患等等的因素 而宣布自己是所謂的 indefinitely confined 即是說無限期行動受到限制的人士 好了 一旦宣布自己是這一類型的人士的話 就將會允許他們去申請一張缺席的選票 而無需出示有效的身份證明文件 當然我認為威州這個規矩 其實都定得相當寬鬆 就算你說香港的選舉 那些長者就算是住老人院那些 或者是相見人士他們去投票 其實都需要出示他們的身份證 才可以領取到選票 但是原來威州就不用 但是不用還不用 你在法例裡面都是規定了 有幾類人士才是為之所謂的 就是無限期行動受限者 原來這個Scott McDonnell職員 在今年3月25日 就在他的Facebook發表了一篇聲明 在這一篇聲明當中 他就鼓勵所有想申請缺席選票 但是又無法出示有效身份證明文件的選民 就可以根據自己的需要 宣稱自己是屬於無限期行動受限者 麥當勞還補充 他說這樣的安排將會使得大恩怨的選民 更加容易在這個艱難的時期 通過郵寄的方式來參加選舉 他同時也引用了威州州長的居家令 來加強自己的說服力 共和黨的威州黨部告這個Scott McDonnell 就說他在Facebook的那篇聲明 就等同於誤導選民 來濫用無限期行動受限者的身份 從而規避了檢驗選民的身份證明文件 威州最高法院法官如何裁決呢 他們就判了威州黨部是勝訴 法院就說 到底一個選民是否處於無限期行動受限 應該交給選民來自行決定 而不是那個議員的職員或者是其他人來幫他論斷 法官還裁定了 威州州長的居家令並不意味著 每一個人都是遭受著無限期行動受限的 威州高院的首席法官還在意見書那裡提到 威州選舉法明文規定 每一名選民都要進行自行的個人評估 以確定自己是否符合無限期行動受限 或者是無限期殘疾的條件 而這個怨的職員不得自行宣告 任何選民因為武肺大流行而無限期行動受限 大家就聽得很清楚這個法庭的理據 根本上就是很清晰的 這些十九書記就是離譜 因為武肺大流行 因為有一個所謂的居家令 你就叫選民宣稱 方稱 我稱自己是無限期行動受限 根本上那些人就是健全的 就是年輕的 又不是長者 又不是老到不動得 又不是長期病患等等 你有沒有可能老點別人這樣做 實情你這個威州的選舉法例本身已經寬鬆 你現在還加上一大堆健全人士 去豁免檢查他們的身份證明文件 等同於做了一個漏洞出來 當然現在的威州黨部 他們也是比較聰明的 他們不是說告你那些什麼舞弊行為 諸如此類 純粹就是爭論你 根本上你所做的事就是違規 就是違反了選舉法例 就是這麼簡單 你純粹就是違法 現在叫做 而在舉證方面 就相對簡單很多了 現在威州黨部 都只是在Facebook上面 拿回這位職員的3月25日那篇聲明出來 就搞定了 就讓官來裁定 好了 至於牽涉到那些相關選票 怎樣來處理好呢 威州稿院就這樣說 如果個別的選民 是不遵守法律的規定 俄稱自己是無限期行動受限者 以這個身份來投票的話 即使沒有明文規定 他們違規也好 他們的那張選票 都屬於違反了規定 所以這些選票 就不應該被點算 好了 其實後續的問題就很麻煩 為什麼呢 因為你很難抽出這群人 這群人全部都是缺席投票 即是郵寄投票 正如朱利亞利所說 當那張郵寄選票 在信封裡拆了出來以後 其實你就很難去對待 哪一張打哪一張 這個朱利亞利曾經說過 好了 當然 既然面對著這樣的情形 其實特朗普的陣營當然不是省油的燈 他們其實在威州的法院 提出了另一項的訴訟 只不過那宗官司就敗訴 那宗官司其實是告什麼呢 其實就是由特朗普自己的名字 來入籍去告的 其實那宗官司就是尋求在威州的大恩院 和麥爾玉基院 取消超過22萬1千張選票的資格 而這兩個院其實就是民主黨的票倉 特朗普想取消資格的選票包括了四類 其中的一類正正就是那群我稱自己 無限期行動受到限制的人 那這群人有多少度呢 大概就是2萬8千人 那全部就是投了一個缺席選票 即是郵寄選票 那單案件很不幸地 在威州高院的樹 就以4比3就判了特朗普敗訴 那些法官主要有兩個原因提出了 第一個原因都相當荒誕的 他們就說特朗普團隊提出這個官司的時間 就太遲了 距離大選就已經有一段時間 但是我就覺得 當大家去尋求公義 尋求這個真相的時候 你就不需要說他隔了多久才提出官司 別人都只不過叫你判定 究竟這件事是否違規 他不是說那些什麼舞弊的事情 已經是純粹問你有沒有違規 那你判有就有沒有就沒有 你要按照客觀事實來判斷 而不是按他究竟什麼時候提出訴訟來判斷 這件事已經是不合乎的 第二個原因 就是說 威州選舉委員會行使這套投票指南 就已經是實施了十年那麼久了 你現在去提出挑戰 根本上就是沒有道理的 這樣 人家正正就是有另一單案件判斷了 是有道理的 你是不能夠拿起來 都說自己是無限期行動 受到限制的 根本上就是在說謊 而且那個大恩怨的職員 Scott McDonnell 他還引導那些民眾來集體說謊 終於有兩萬八千多人 就是用了這個藉口來領取郵寄選票 而是沒有通過身份證明文件的驗證 所以這一單的案件 如果特朗普團隊是決定上訴的話 就可以用剛才我們說 威州黨部打贏了的那單案件 作為一個案例 提供一些有利的法理依據 當然如果再上訴的時候 就應該是上訴到聯邦最高法院的了 那到時候看看那幫大法官 又開不開庭 現在就是別人在地區的層次 一路告到上去的 到底到時候有什麼藉口不開庭 我們就洗耳公聽 對不對 但是如果他肯開庭的話 其實就很大機會是打得贏的 因為現在有一幫人正正就是用了一些 借口來規避驗證身份 領取了郵寄選票回來 這幫人就叫做違規投票 而特朗普正在尋求 將這幫違規的選民 所投的選票 就不要被點算 根本上就是很合乎情理的事情 所以如果真的打到聯邦高院 又肯開庭的話 很大機會贏的 除非你又用了那些像是而非的原因來駁回 那就沒什麼好說 對不對 如果是肯開庭的話 就是好事 因為不單止在威州出現了這些情況 在其他州都有類似的情況 就可以引用這個案例 提供一些有利的法理依據 因為事實上現在他們只是打回那個程序 所以在舉證方面真的容易很多 好了 說一下第二單消息 12月12日的下午 特朗普承搭海軍陸戰隊的一號直升機 去到西點軍校那處看球賽 當時有三位高官陪他一起去 第一位是代國防部長米勒 第二位是陸軍參謀長馬康維爾 第三位是國家情報總監拉特克利夫 最遲在今個月的18日 拉特克利夫要提交一份報告 情交給總統看 就是要判定究竟今次大選 有沒有遭受到外國勢力的干預 而在選前的一個禮拜 他們一起去看球賽 而且是去到西點軍校 那當然就令人惹來很多的揣測 因為如果這一位拉特克利夫 他是判定了有外國勢力干預的話 那特朗普在那個操作空間上就大了很多 那就比較大機會扭轉得到局面 那如果說沒有外國勢力干預的話 那就沒有話可說 那除了這一位情報總監之外 原來這個代司法部長羅深 他長期在司法部那裡 就是主管著外國勢力影響美國選舉事務的相關調查 那究竟這位代司法部長羅深 會不會跟國家情報總監拉特克利夫 產生著一個協同效應呢 那如果會就當然最好 那在這一節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